文化部長龍一臺今天前往綠島人權 經營園區視察對外界之一 政府在轉型正義的努力不夠 龍一臺說轉型正義不應該變成 政黨消費歷史的工具 要光明正大的面對歷史還原真相 兩名政治受難者郭震淳和張長美 陪同文化部長龍一臺到綠島人權園區 在綠島中療漁港 他們跟龍一臺解說 這裡就是當年他們登島受難的起點 過去的受難之路現在轉變成觀光道路 但在這條路線上 卻沒有留下台灣人權歷史演進的說明 有政治受難者認為 陳全扁和馬英九政府 在歷史轉型正義方面做得還不夠 雖然已經回復了他們的名譽 但當時迫害他們的元兇和邦兇 卻都還隱藏在歷史的背後 文化部長龍一臺說 歷史真相要還原是一條漫長 而且需要中立的排除各種正義的工作 他認為台灣的轉型正義 不應該變成政黨在消費歷史 應該要光明正大的面對 那現在就是我們怎麼樣可以 不再掉進那一個用政治來消費歷史 跟片面的去選擇性的去解釋 他的那個窟窿 然後一點一滴的把它做出來 龍一臺表示轉型正義在現階段 要正確而且詳細的建立政治受難者 在每一個階段遭遇的歷史故事 讓國人了解不要再讓錯誤的歷史重演 記者 張明哲 台東報導